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联发科在全球手机SOC市场上半年份额达38%,市占率第一 11月上旬,联发科发表新一代旗舰5G SOC天机9200 该晶片为业界首款,采用台积电第二代4nm制程工艺N4P节点的晶片 集成了171个电晶体,搭载新一代八核旗舰CPU和天机最强旗舰GPU 与上一代产品天机9000相比,CPU、GPU效能、散热能力等再度提升 功耗降低25% 天机9200搭载八核心的一家3加4CPU机群 与骁龙8GEN2传闻中的一家4加3配置越有不同 无论如何,联发科声称,与天机9000相比 最新的旗舰晶片组的单核效能提高了12%,多核效能提高了10% 该公司还表示,它采用了新的散热层,可以防止晶片快速升温 天机9200采用ARM的Cortex-X3,运行频率为3.05G 效能核心全部支援纯64位元应用,还具有8M3G快取,6M系统快取 当高效能内核在要求苛刻的应用程式中受到压力时,搭载该晶片的手机是否能够保持该时钟速度还有待观察 其他三个内核属于运行频率为2.85G的Cortex-A715,其余四个由运行频率为1.8G的更高效的Cortex-A510内核组成 GPU则是天机9200进行改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其率先采用新一代11核GPU,以MOTALIS-G715支援行动端的硬体光线追踪和可变速率渲染技术 要知道ARM的IMOTALIS-G715实际上,线路的基准测试击败了苹果A16 Bionic 联发科声称与天机9000GPU相比效能提升了32%,功耗降低了41% 具体游戏方面,天机9200的联发科HiTangent 6.0游戏引擎 将行动端游戏画面推向新境界,为玩家带来丝滑流畅的沉浸式感官体验 联发科一直致力于行动绘图技术的创新研发 作为行动端光线追踪的重要推动者 联发科与腾讯案局突围游戏制作团队密切合作 双方提早布局协同开发行动端光线追踪技术在游戏上的应用 从游戏引擎优化、管线优化到光追内容特效的呈现 通过双方的深度合作与细致打磨 在天机9200上展示了卓越的落地成果 在阴影、反射、环境光遮蔽等游戏特效方面 打造出令人惊叹的逼真画质 带来森林奇境般的视觉体验 加速行动端光线追踪技术的游戏商用进程 随着天机9200的发表 研发科还发表了全新的 游戏自适应调控技术MAGT 可降低高帧率游戏的功耗和手机的温度 让满帧运行更持久 王者荣耀作为该技术的首个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团队共同探索并打造了手机终端与游戏 自适应的先进科技 通过高效的MAGT架构 王者荣耀游戏可以根据终端硬体的实时负载情况 动态调整游戏的渲染逻辑 带来更好的极致画质满帧和稳帧体验 让游戏续航更持久 天机9200还搭载联发科MiraVision 890行动显示技术 支援全场景高品质HDR显示 呈现赏息月幕的影像细节 还可适配广泛的终端萤幕设计 包括高效能游戏荧幕 高解析度荧幕和可折叠荧幕 支援高达240Hz的FHD Plus 高达144Hz的WQHD 以及高达60Hz的两个2.5K面板的5K折叠机 另外通过自适应更新率技术 可提供更流畅的显示效果 此外天机9200晶片级智慧防蓝光技术 提供更舒适的观看体验 天机9200集成联发科第六代AI处理器BPU 高能效AI架构不仅较上一代 提升了35%的AI效能 还可降低各类AI应用的功耗 另外天机9200支援8533M的LPDDR5X记忆体规格 和8通道UFS4.0快闪规格 多循环对列技术让数据传输速度支线提升 至于相机 天机9200搭载新的EMagic 890 ISP影像续号处理器 率先支援RGBW感测器 在HDR或暗光环境下拍摄 可获得更明亮 锐利 细节更丰富的影像和影片 此外还支援运动模糊和35%的AI效能提升等广泛的功能 该ISP结合APU支援先进的智慧影像语音技术 运用人工智慧分析环境色彩 物体构造和动作 分层标签和调校色彩 进而提升整体影像质量 另外 借助快速精准的AI影像捕捉和降噪技术 天机9200还支援AI双轨抓拍功能和电影模式 让每一拍都是专业大片 随手拍也清晰 在多媒体方面 天机9200进显联发科多年积累的技术硬实力 率先支援24bit 192kHz的高清音讯边解码 以至高8M蓝牙苏律带来录音式级的高保真蓝牙音质 值得注意的是 最新带有工作式级无线音讯的蓝牙5.3 和新世代蓝牙音讯LE Audio 当WiFi和蓝牙同时连接 联发科HyperCo-X超连接技术 能提供更强的讯号 更远的连接距离 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无论影音娱乐还是连接游戏外设 都让用户享受更低食言 在网络方面 作为全球无线通讯晶片方案的领先厂商 联发科一直走在通讯技术前沿 不仅深度参与标准的发展和演进 更积极投身于推动市场普及 天机9200继承了联发科双卡技术上的优势 集成先进的5G数据机 支援高速5G网络连接 结合先进的AI人工智慧技术 打造了高铁 地库 捷运 机场等场景下的5G智慧出行模式 实现找网快 回网快 网速快的智慧联网功能 另外 还推出5G新双通 支援更多网络制式100多个频段组合 可让同频段网速更快 同时 天机9200率先支援即将到来的WiFi7无线连接 网络传输速率理论 峰值可达每秒6.5G 联发科特有的UltraSave省电技术 也从5G连接延展至WiFi 带来更完整的低功耗通讯解决方案 联发科总经理表示 天机旗舰5G行动晶片 是联发科创新之路上的里程碑之作 致力于将高效能 高能效 低功耗 塑造为天机旗舰产品的基因级特性 希望用天机的最强产品赋能行动终端 带给数位科技爱好者以颠覆性的旗舰体验 开启旗舰行动市场的新篇章 联发科副总经理 继无线通讯事业部总经理表示 天机9200兼顾高效能和低功耗 助力终端 延长电池续航 并带来更出色的温控表现 通过显著提升的游戏效能 通讯能力 影像科技和多媒体技术 天机9200将为旗舰智慧型手机 带来无限可能 同时也适用于折叠机形态的行动终端设备 联发科这次发表天机9200旗舰5G行动晶片 凭借在高效能 高能效 低功耗方面的创新突破 以冷静的全速体验为用户导向 为行动市场打造全新旗舰标杆5G晶片 除了天机9200 台积电的第二代4nm工艺 也被用于量产晶片组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高通骁龙8站2 天机9200 这次同样支援联发科天机开放架构 可与终端厂商深度协同合作 为搭载天机9200的终端设备 带来更具个性化 差异化的用户体验 释放旗舰强大潜能 而vivo也在其2022开发者大会上宣布 将全球首发联发科天机9200旗舰处理器 其余采用天机9200旗舰5G行动晶片的智慧型手机 预计将于2022年底大量上市 届时天机9200的市场表现 值得一众玩家拭目以待 最后特别感谢Tisosam的再次超级现金鼓励 侃侃很感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